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 做坏事不能偷我一人 朗朗上口的靖思雨 搭配轻快的旋律 就是一首首动听的慈激歌曲 练了三年慈激歌曲 我没有觉得什么会有特别困难 因为我也非常喜欢唱歌 然后从唱歌可以学习中文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纽约慈激人文学校举办慈激歌选竞赛 六年承班孩子以二部和声搭配短剧 诠释靖思雨如何帮人排解烦恼 如果你伤心的时候读靖思雨可以让你好起来 或像是我们有演戏的那一部分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就是生气 因为重重把他的铅笔盒弄坏 所以呢读靖思雨可以让他不会那么生气 刚开始的时候老师都很惶恐 不晓得会怎么呈现 可是三年以后老师好有创造力 而且好有想象力 也从慈激歌曲的比赛中 我相信老师也成长 进入第三年的慈激歌曲竞赛 各班表现推陈初心 有的使用道具 有的配合乐器演奏 陪在一旁的家长也都见证了孩子们的进步 靖思雨那可以变成歌曲的话 我想小孩子吸收的比较会快一点 然后比较有趣的会想多学一点 从完全不太清楚词迹的靖思雨歌曲 到现在很多都能朗朗上口 所以无形之间他们的中文进步了 然后对中文歌曲有更多的关心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对这群人文学校的孩子而言 透过歌曲学习自己的母语 不只让自己的中文进步了 也更深入刺激的人文 大爱新闻之上美之工 周芳苑美国报道